当螳螂遇见一群蚂蚁,谁能赢?今天,康康带大家安排! 这是康康养的一群鸡士细蒙蚁 好,话不多说,我们直接放入螳螂 刚进来,一只蚂蚁在向螳螂靠近 螳螂直接用捕褶足抓住了它 这时候,第二只蚂蚁爬上了螳螂的背 这才两只蚂蚁,就让螳螂有点疲于应对 螳螂想用嘴巴去咬蚂蚁,但是蚂蚁太灵活了 收到信号的其他蚂蚁,也陆续在向这里靠近 面对蚂蚁的凶猛攻势,螳螂不小心摔倒在地 螳螂虽然摔倒了,但是它没有放弃反抗 此时,它的捕捉族已经抓了两只蚂蚁 一只蚂蚁跑了过来,对螳螂脸上受伤的地方进行撕咬 蚂蚁们还在持续进攻,并且攻势越来越猛 倒在地上的螳螂只能靠捕捉族进行防御和少量的还击 大家注意看,即使西蒙蚁的尾部有毒针刺出 这种毒针,毒性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螳螂面对的不光是蚂蚁的饲养,还有它们尾部的毒针 在激烈的打斗中,也有蚂蚁因此而丧生 其他蚂蚁会陆续过来,和这位曾经并肩作战的伙伴一一告别 一个小时之后,蚂蚁赢得了胜利,他狼死了 大家好,我是康康,我们下期见